同志对人类主要的贡献是教育 当时父子顺应时事 以私人身份办学 由教无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后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 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安定统一 请问 我们今天希望帮助勾建和谐世界 是否也应该效法孔子私人办学 怎样才能使教学收到最好的效果 产生最好的影响 因为社会许多人对于过去的东西怀疑 私人办学可以 你有这个认知 你努力去办 办好了之后 应该交个国家 国家接着办 国家再推动到全国 这个效果就大了 这一个国家办好之后 会影响你临近的国家 就能影响到全世界 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很有限 像我们现在只搞一个小镇做实验 这小镇实验成功了 我就非常希望交个国家 政府对我们这个意愿也相当了解 也很赞叹 要我们再做个两三年 他们来接着办 现在他也接着说 他对于我们这个做法很深夙 怕办不好 办不好的时候就非常可惜 那我们也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再辛苦一点 再做个两三年 希望这些整个操作理念 他们都熟悉了 顺利来接受 来推广 为什么我们要交 我们有个很正确的理念 人在这个社会上 有他自己的本业 他的本行 一定要在自己本位 本行本业上做好 跟其他行业配合 互助互作 这个社会就坚确 这个社会 就活目 就活血 那我们的本位 是做教育的 佛教 应当要回归到 释迦牟尼佛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佛也是说 一个私人办事 这个主要知道 现在社会上 所有宗教的一切活动 佛陀那个时代没有 这些宗教活动 是劣带的祖司 顺应社会的需求 附带做出来的 那么到现在呢 这附带就变成主流了 从前主流是教学 收阔 收阔 收阔现在没有了 他颠倒了 本末颠倒 我们现在重要的工作 如何把佛教 恢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 纯粹教学 那么他教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五十多年 学习 也参加了教学 深深体会到 佛家教学的时候 不外乎五个项目 能理 道德 英国 这些科学 那么诸位同学 我们每天一起 在学习华严谨 你不都明白了吗 华严谨里面 是不是这五个项目 真的是五个项目 而且这个五个项目 都讲到 敦风造极 都讲到 究竟愿满 所以你真正学习 其如的话 满心的欢喜 化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真的是不亦乐乎 真的是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见 还能够